大家都在台灣習慣因為散戶多 都認為說每個公司應該每天都有交易量 沒有 美國有大概一半的公司是每天沒有交易量 甚至有好多公司是幾年沒有交易量 那這個時候的時候你想想看 一個公司那邊上市本益比低沒有交易量 所以他也不可能增資 因為投資者不會投進來嘛 對不對 那到美國上市 而且還必須把自己的財報公開各方面 其實說真話那是得不償失的 IC 夢想家 歡迎收看IC 夢想家 我是藍軒 這個我們常常說呢 台灣呢 實際上最大的最珍貴的資產是什麼 是人才 我們都覺得台灣有非常非常多聰明的腦袋 所以照理說呢 談到新創 台灣已經應該不至於這個落於人後才對 但是我們剛才跟曾鴻俊來聊 發現說事實上台灣的很多新創團隊 他可能呢在整個開發的過程當中 沒有了解到國際當中的脈動 也或者是說呢沒有辦法得到呢 這些天使基金 他們的青睞 也或者是說呢 應該有更好的途徑 更好的方法 能夠跟海外呢有所連結 所以我們繼續呢跟這個Zerov在亞太的投資人周鴻俊來聊 所以這部分你來看的話呢 該怎麼樣子發生連結 其實要怎麼樣看這個連結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可能要花比較多的時間講 那重點就是說怎麼樣去跟當地 就每個國家或是每個城市的比較重要的人 能夠這個連結在一起 我們常常講這個圈子或社交圈 那全世界的圈子都存在 台北有台北的圈子 這個醫學界有醫學界的圈子 那美國其實圈子也在 而且美國的圈子其實是主要主導的是白人和猶太人 那個我說最核心的圈子裡面 所以如何去能夠 就是說能夠接觸到 而且能夠不只是接觸到 而且能夠把打進這個圈子 甚至於把圈子裡面的人變成自己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挑戰 那特別是說真話 台灣人其實優秀是真的很優秀 可是不管是因為文化或各方面的原因 其實台灣人在世界級的大企業裡面 或矽谷大公司裡面 做創辦人CEO事實上就是兩位 一個是NVIDIA的黃仁勳 另外一個是Lisa Sue的AMD的 這兩個現在超級紅 對超級紅 可是Lisa事實上她是兩歲去美國的 跟台灣關係其實不強 那黃仁勳呢 黃仁勳是九歲去美國 不過還比較 對是 所以如果說在 就是我剛剛講 美國是白人跟猶太人在主導的 所以如果打不進那個圈子裡面的話 其實完全只是靠台灣 就是在美國的台灣人 其實相對而言是會比較辛苦 因為在美國台灣很多當然是很不錯很優秀 很好的工程師 或者是很好的中產階級 可是真的就打不進去 而且不用說 我們就是很多第一代打不進去 第二代都打不進去 我的表妹是出生在美國的ABC 念很好的學校 結果最後還是打不進去美國的主流圈 他取得價的還是ABC 你這樣講我就是後來在工作之後 被派到美國去一段時間 這部分我蠻有感受的 但是我覺得有點點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深入去瞭解 像你算已經打進去了 所以我覺得也趁這個機會多問一點 你剛剛這樣講的例子的話 那問題是我們要問 那日本呢韓國呢印度呢 為什麼他們打得進去呢 所以我覺得這似乎不是一個台灣 照理來說就是我的意思說 我們就可以接受 一定是有一些部分沒有掌握到吧 是不是 其實這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回來看 請問一下韓國和日本 有誰打到美國的 真正的企業的核心圈 或新創核心圈 其實也非常 如果照這樣講反正 SoftBank算是有 孫正義 孫正義有 可是韓國呢其實也很少啊 對不對 那印度確實是比較特別 那當然是因為他牽涉到他的母語是英文 第二個他們這些這個 這些就從小開始訓練的Presentation 或者是在這個這個談話的技巧方面 其實他們確實是蠻厲害 第三個這些人你來看看 像這些Google這些人的CEO 他們其實都是印度最好的大學 真的是萬中選一這樣一路增上來的 所以他本身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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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往上拼的這個這個怎麼講 意志非常非常堅強 加上我剛剛講他們有那個文化又是英文 加上他們很比較會去溝通 可是你另外一個有趣的性像是這樣子 這些人事實上也只能到美國工作 印度最優秀的人在那 因為他們對美國的了解遠勝於他們對印度的中下階級的了解 所以事實上他是回不到印度本身去做事 他只能到美國去 所以當然 這是另外一個大話題啦 我覺得可以可以另外再講 但是確實是說這個我們就是很現實來講對不對 就美國歷屆的總統 除了歐巴馬是一半黑人以外 其他是不是全是白人 對不對 這個沒辦法 這個是圈子就在那 那我們 當然可以說這是不公平的 可是我們怎麼樣去打勁他那很難 說真話我沒打勁 因為我後來一直在亞洲工作 所以我沒打勁 那比較厲害是上次去年有來錄製的我的合夥人 顏嘉宏 他雖然是師大夫中台大 然後二十幾歲才去美國 可是他最後居然可以邀了四百多位這種 美國最高階層人士加入 那是他還蠻厲害的地方 嗯哼 對對對 OK 那如果從這樣分析的話 那回歸回來看台灣 我們要怎麼樣子談台灣的新創 如果說你剛剛講說南韓也沒有打進去 但南韓好歹自己本身 那就自立自強嘛 對不對 那他就不用去靠海外的資金 或者不要去靠美國的資金 那也OK 那對台灣來說的話 變成說 我對時候該怎麼去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那我們也鼓勵他們 怎麼樣子打進美國社會 教他們幾招 還是回過頭來看說 就不要去美國好了 去別的地方也OK 應該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其實看每個公司他自己本身 認定的市場在哪裡 所以有些市場可能真的不適合美國 那就不要去美國嘛 對不對 那可能他適合去東南亞 可是事實上每個地方都有他特色 大家平常會講說東南亞 東南亞一共11個國家 嗯 每個國家有他自己本身的語言 當然馬來西亞跟 跟印尼是算是同一個語言 但除此之外 每個語言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文化也都不一樣 嗯 所以說等於說 你要進軍海外市場 事實上你都必須要 對當地的情況要有一些了解 嗯 那我覺得台灣公司太常 或台灣的人就常常說 啊那我就要靠那邊的台商 可是我就說那邊台商 是不是真的做得很好 或者說做得 他真的了解 還是說他只是在那邊 待的久了 我覺得這些議題都必須要去了解 那如果說不了解 然後就貓貓人過去的時候 我覺得失敗的機率會稍微 會比較大一些 這樣子 對是啊是啊 那譬如說印度 大家都說印度很好啊 這個市場 人口線超過中國大陸啊 全世界對不對 但是大家 我想這兩天看新聞 偽創要賣掉他印度廠 嗯 然後亞馬遜和一些Vodafone 就是這個這個德國大公司 在印度被罰了幾十億美金 嗯 所以印度 沒有當然這個進入障礙加上法律保護 那甚至於很多人在網路上有很多人在寫說 事實上印度坑殺外資的力道絕對可能 對外資不是那麼歡迎 對 然後很多的法令也不是那麼有利於他們 對 那我看庫克也還是去了啊 不是啊 可是你要知道印度 我一個朋友就這樣 他說他美國人啊 白人 所以他去的時候他想說他找一個高學歷的一個印度人 去當特助就好了 結果才發現沒有印度最主要的語言叫Hindu 大概就百分之二十幾的人口在講 嗯 然後他們還有孟加拉語 嗯 然後還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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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叫他沒有 還有各方面他的語言非常多 所以他的特助一到一旦到別的城市到別的邦的時候 當地還要再請一個翻譯 對所以說印度表面上是個國家 但事實上他裡面的這個這個差別性非常 剛剛階級是另外一個 但我說光是語言和文化其實就差別性很大 嗯 所以說當然我不是說印度不好 就是說美國國家一定有他的優點 有他的缺點 就我們在看的時候 絕對不能說啊 是一廂情願去看 特別如果說你要去那邊發展或投資的時候 真的不能一廂情願 要不然會真的會很辛苦 嗯 所以具有台灣的新創團隊來說的話 他跨足海外的必要性有多高 那你們有什麼樣的建議 如果說聽起來每個地方都水很深 每個地方的政策文化等等等 都有那麼多複雜的一些因素在裡面的話 有哪些地方特別有利於台灣的新創團隊嗎 我想台灣的新創團隊就是說在其實在某些方面 如果特別是在某些台灣強的領域 比如說像半導體 嗯 或者機械或這方面 確實是 事實上相對而言算是不錯的 嗯 那這個時候就想 就我們就要回來看 他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因為通常像半導體機械 其實他走的是所謂的B2B 嗯 你只要能夠搞定你的客戶 客戶數目相對也不多 其實相對而言就比較容易成功 嗯 但是如果是B2C的時候 台灣因為市場比較小 台灣的 品牌在國際上品牌事實上也不多 嗯 所以不管說相關的經驗人才也確實比較少 嗯 那如何能夠去 假如說要到海外去過產的時候 找到對那個地方比較了解的人 嗯 這個事實上是比較重要 但是我們舉個例子而言 當初紅機為什麼會做得非常好 嗯 全世界可以做到第二大 最主要是因為他那個時候總機裡叫藍旗嘛 嗯 對不對 那個義大利人 對啊 當然 但是呢你重用這個外人的結果 是後來藍旗後來這個 也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做了一些事情 後來紅機就請他走了 嗯 對不對 那從此紅機在行銷的方面 就沒有像藍旗做這麼好 嗯 所以你怎麼樣去找到 就是說因為藍旗不管怎麼說 他還是一個外層 嗯 那是不是可以用股權的方式 找到一些優秀的一些外國人 一起進來一起來做 嗯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嗯 另外一個可以我們可以可以看得到的一個 一個課題 就像 當初馬雲去邀蔡崇信的時候 絕對不會說是啊 我是給你好薪水 事實上蔡崇信自己也都承認 嗯 薪水第一 蔡崇信那個年代 二十幾年前那個時候 他一年的薪水 我聽到就是已經七十幾萬美金了 嗯 結果到了這個阿里的時候 一個月好像就只拿一兩千塊人民幣而已 所以他看的絕對不是說是薪水 而是說怎麼樣有一個好的一個機制 包括股權機制還有各方面機制 讓這個參與的人 可以藉此來也做得更好一些 然後他的人生更成功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可以 我覺得可以探討的一個議題 嗯嗯嗯 那上市呢 上市是這樣 就是說很多人 都認為說台灣大部分都說到美國上市 就可以幾十倍幾百倍的本益比 美國NASA有多好 那我就舉一個很實際的一個案例 台灣曾經有一家半導體公司 十多年前每年賺一億美金 到美國去上市 那同樣類型的半導體公司在台灣的本益比 那時候大概15到18倍之間 所以大家都認為說 那如果這樣公司到美國應該 三四十倍五六十倍 很多人都做過應該一百倍 結果真正答案是四倍 真的啊 他的本益就是四倍 其實有非常多原因 大概我列十幾個原因 其實在美國是這樣 我剛講有五六千家公司 上市公司 那如果你的市值是在 10億美金以下的話 他們叫small cap就是小資本公司 基本上機構投資資者不會去看的 那偏偏美國機構投資者 又占90%以上的市場 散戶很小 不像台灣是散戶相對是大的 那另外就是說 他的產業其實在美國是 比較不受歡迎的產業 就是說不能說不受歡迎 是沒有那麼喜歡的 沒有那麼重視就是 對美國喜歡的是 故事是本益比的公司 在那邊才會比較好一些 那加上另外一個情況是說 台灣的公司在美國上市太少 沒辦法形成群聚效應 因為我剛講五六千家上市公司 今天你是共同基金的人 你要怎麼選太難選了 所以你會去找一些 市值夠大 而且有知名的證券公司分析師 寫了研究報告 光是有寫研究報告 就已經是2000家 要從2000家裡面找 其實已經是很辛苦的事情了 那台灣的公司吃虧是吃虧的 結果沒有群聚效應 因為很簡單 今天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分析師 你在美國去看各地上市公司 你可能一天可以看一家 甚至兩家 你每天可以出一份研究報告 可是為了自己要單獨的一家在台灣 你必須要飛過來 花錢花時間調時差 然後到時候看完以後 還想有的時候牽涉到語言 然後再回去 一個禮拜可能只能寫一篇研究報告 所以就這個CP值而言 他當然覺得在美國比較好 那這家公司當然他自己本身 就是說在IR 就是投資者關係方面 其實也做得真的是比較不好 那IR其實台灣 這也是台灣的弱項 台灣IR做最好的是台積電 他花了非常大的資源和精力進去 那是真的是做得很好 可是除此之外 其實亞洲的公司 大部分都不重視投資者關係 偏偏在美國這非常非常重要 對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譬如說 他當初上市的時候 他是用外國公司的名義到美國上市 而不是用美國名義公司 名義到美國上市 因為外國公司會用外國的會計準則 那今天等於說他為了看你這家公司 我還要去學一個台灣的會計準則 對他來說太累了嘛 他同時要寫這麼多公司的報告是 為什麼專門為這個來學台灣的準則呢 所以事實上我大概還只講到一半 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半的原因 所以這樣 甚至於有一家公司是每年賺錢 嗯 可是他在美國上市的本益比是0.75倍 這樣就乾脆不用上市算了 沒有錯 你講得很對啊 所以說很多人就是覺得說到美國上市很光榮很棒 但是沒有想到的事情是 第一個美國上市成本非常貴 是全世界最貴的 Uber當年到美國 他自己本身美國公司 他當年在美國上市的時候 光是證券承銷費 承銷商的費用 是1.1億美金 30幾億台幣 台灣所有的承銷費加起來 一年可能都沒有這個金額 他一家公司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花了這麼大的精神時間去準備 就上市以後 每年要付那麼多錢 結果你發現本益比這麼低 嗯 然後也沒有所謂的交易量 其實更慘 因為本益比這麼低 大家也不敢來買 對不對 大爺 最重要是交易量不足 然後也沒有研究報告 你沒有交易量的時候 很多公司是幾年沒有交易量 大家都在台灣習慣 因為散戶多 都認為說每個公司應該每天都有交易量 沒有 美國有大概一半的公司是每天沒有交易量 真的 甚至有好多公司是幾年沒有交易量 那這個時候的時候你想想看 一個公司在那邊上市 本益比低沒有交易量 所以他也不可能增資 因為投資者不會投進來嘛 對不對 那到美國上市 而且還必須把自己的財報公開各方面 其實說真話 那是得不償失的 真的 對 對啊 那所以講到現在 我看這個應該要寫本書 這是開堂課 才講得完了 所以呢 回到最後 那對於台灣這些所謂的新創 懷有一些夢想的 想要去長大的這些小公司來說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就先回來看看自己本身有什麼樣的一些資源 不管是技術或者是市場或各方面有什麼資源 先了解自己有什麼資源 而且同時你要先去海外去全世界去看一看 有沒有跟你是很類似的公司 而且已經走到比你前面了 要特別去了解他們的發展 好 那如果今天是願意留在台灣的話 那當然他的代價就是 台灣的市場相對是有限的 那如果要走上國際的話 這個時候就必須你真的要去找到一些 國際上比較好的一些資源 那這些資源 說實話並不一定容易取得 但是呢 為了你要到國際上去發展 你真的必須要去跟國際上這些資源 做一些好好的一些聯繫 那怎麼樣去做聯繫 事實上 這是又是另外一個演講的主題 要花很多時間 對啊 所以我想說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建議就是 好 所以呢 反正做任何事情 真的要做的時候呢 都要更進一步的去鑽研它 要更深入就是了 對 對 才可能真的把門給敲開來 才可以真正達到 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收穫 今天非常謝謝周宏俊 在我們的現場 來跟我們聊這個話題 謝謝 謝謝 拜拜 IC夢想家 由鴻海集團贊助播出